曾经把他带到一个山区 他说你不从的话 我就从这边把你踹下去 你的下场也是跟文艺一样 我在发现场 带你用声音直及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 我是主持人陈峰德 澳门在1985年曾经发生过一起 八仙饭店灭门案 疑兄黄志恒杀害饭店老板 一家九口加上员工 总共有十个人遇害 从七岁到七十岁都有 因为海滩有许多的人体残肢被发现 整个案件才爆发开来 疑兄黄志恒在收押期间 他用汽水盖的拉环来割腕 亲身后来丧命 没有办法来接受司法审判 这个案件或许听众不一定听过 但如果提到黄秋生主演的人肉叉烧包 大家肯定就有耳闻了 然后叉烧包其实当时 就是以这个案子来出发做改编 当年的八仙饭店灭门案发生过后 外界传言说黄志恒把死者的尸体 制作成叉烧包 并在饭店里面出售 等于是说他为了灭证 凶手把尸体搅成碎肉 来制作成叉烧包 而这一些叉烧包 全部都被饭店顾客们给吃下肚了 虽然到底有没有制成叉烧包 难以查证 但这部电影在澳门香港上映之后 造成了一股现象级的效应 影迷们看完后都说 不敢吃包子了 而这样的犯案情节 不只存在澳门跟香港电影当中 几年后在台湾 既然也真实上演 先介绍这一集来宾 是基隆行大的小队长 李兰全 绰号是欧威 欧威你好 你好 欧威为什么我会叫欧威 应该是我从内容局 叫到基隆市警察局的时候 我就开始接触到 全数流氓这个区块 后来在衍生都废除全数流氓条例 新立法的组织犯罪条例 我也承接这个业务 同仁之间在跟我闲聊的时候 就专门针对黑道帮派部 就给我取这个绰号 就专门处理黑道 所以叫黑仔就对了 应该是这样 看来是黑道克星 不 那我问你有看过 人漏叉烧包这部电影吗 有看过 但是印象最深刻 就是黄秋生所扮演的角色 他那种眼神 还有那种泛滥后那种态度 跟从嘴角渗出一点 微笑的感觉 应该是 我是觉得说 让我们在泛滥节的时候 去剖析人性的话 它应该是用反社会人格 而且可能是小时候生活的环境 或是遭到霸凌才衍生到现在 他会去加害另外一个被害人 也不会是因为有什么仇恨 就突发状况 这也是我们现在要去 整个自然面要去克服的困境 这一集我们要谈的案子 口味会比较重一点 大家听开场白就应该知道 口味比较重 而且会重蛮多的 如果有任何不适的话 会建议先暂停 或者是跳过该一段 我也会事前先提醒下听众 请大家也斟酌收听 请听这一集的 我在案发现场 案件的起点得从1993年1月25号 一名名叫李晨月矿的妇人开始谈起 我们就称她为李妈妈好了 李妈妈她到金融市警局 第二分局的八楼子派出所去报案 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欧为 我们去调资料 她当初去报案是因为 她的儿子叫李俊雄这个人 失踪了 李俊雄外出去工作 一个礼拜没有回来了 因为她弟弟李俊雄 她在门口发现那一部机车的时候 她就直接在 现场发生在八豆子派出所 所以她当地派出所 有发现车子站在一个礼拜 已经不见李俊雄这个人了 失踪的叫做李俊雄 然后她的弟弟叫李俊雄 李俊雄 发现她哥哥没有去上班 而且机车就停在一个地方吗 还是停在哪边 就停在案发地 北宁路羊肉鲁门口 北宁路的一家 这家羊肉鲁我们称它为阿兰火锅店 阿兰火锅店门口 所以她看到这个机车 她哥哥骑的机车就停在 阿兰火锅店的门口 但是找不到哥哥吗 找不到了 已经找不到哥哥 所以她觉得很奇怪 她说哥哥怎么一个礼拜没上班 也联络不到 那时候她就找到辖区的派出所说 抱他哥哥失踪 他们印象中的哥哥李俊雄 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应该是喜欢喝酒 但是也不会去侵害别人 就是说水电工 今天早九晚五 应该是早九晚五 早上可能搞不好 还更早八点多就出门了 晚上可能固定到五点多就回来 还收工之后就回来了 水电工它的习性应该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可能顶多爱喝酒一点而已 但没有什么太多什么恶习 不会 我听他户籍是 我也是二分九的辖区中船路 去测访他们 李俊雄这个人 平常也不会跟惹事情 就是贪杯 比较贪杯一点 有一点饮酒成这种习惯就对了 也算贪杯 那你们妈妈印象中的 她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还是她其实跟家里面 处的关系如何 比较没有互动 跟妈妈比较没有互动 因为她就单一个人 她就早上上班 晚上可能回来就是先去喝酒 喝完再回到家 已经醉了 所以才跟家里面也没什么互动 也不会去关心自己的老母亲 那她是在火狼桥 给人家请吗 还是她自己去开业当一个水电工 她没有 她是赚人家那种人力仲介 现在人仲介也是要派 人家说派遣工 赚派遣工 在路边要工的话 这边工头会带着他们去做工作 对 所以有可能有的时候 他们的收入不是太稳定 这个这样听起来的 应该是不太稳定 因为你如果户外的工作 如果碰到下雨天可能就延当下来 可能要拖个好天气才能施工 应该有这个问题在 李妈妈跟弟弟有讲到说 这个机车就停在阿兰火锅店 他们有觉得阿兰火锅店 是个怎样的店吗 因为阿兰火锅店 它一楼是摆冰箱 但是它实际营业地点是在地下室 所以不太齐言 他也不会去特别住 因为机车停在门口很正常 你骑楼当然是停在机楼 骑楼可以停在机楼 所以他的弟弟有觉得说 既然机车停在这边 会不会哥哥也是在这附近 他们有提出这样的想法吗 他们应该有去问 但是后来还是要求助警方 因为实际上真的人找不到 所以求助警方说 报失踪 才想整个面去找 所以当时整个案件就进到刑事组 那时候不是侦察队 刑事组开始来介入做侦办就对了 可是这听起来原本就只是个 很单纯的失踪案 当初他报失踪案是派出所会受理 但是像我们警察的作为他会在key in 一个写选人口的部分 大家全国会去找 写选人口有的是像我们有些少女离家 刚好跟人家出去可能会在旅社 或是一些游戏场所碰到 刚好判到临检盘查 身份比对出来 未成年会通知家属 就是通知肩户人 成年的话 可能就是要你当初去报案的人 我们要他撤销 我们还是要填寄资料 有一单整个流程 SOP的流程 所以除了报邪群之外 也会报失踪的人口 他们之后可能小电脑 或者是怎样去key in的时候 才能够查到说 这个人原本是报失踪了 你们开始来做一个清查 你们了解李俊雄 他的交友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吗 他的生活圈就是跟工人在一起 但是他有熟视的人 就是经常出入地点 就是在一些小吃店 其他的地点 他可能应该是经济能力 没有办法复合 后来基隆的警方 然后来着手进行调查之后 也对失踪的人李俊雄 开始做一些访查 但是其实都没办法 获得一些关键性的突破 所以这个案子放着 也就有一点点被放在冷暗里面了 因为也找不到人 直到1999年的8月20号 也就是差不多是李妈妈 她们来报案后的6年半之后 下午2点有一个女孩子走进了 基隆市警局的第4分局来报案 她是谁呢 她就是火锅店的阿兰 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阿兰 火锅店的阿兰就对了 她怎么讲 她来楼下警卑队报案室说 她有一个同居人 叫张小翰 杀了人 她在场 她心里面受到很多煎熬 死者初号叫文宜燕 一直在托梦给她 说她很冷 所以她要把事情讲出来 可是她讲的这个只是单纯一个绰号 又对这个案件来龙其妙 讲不出所有人来 所以我们就刑事主 马上介入 来查这个案子 你们那时候就介入了吗 我们就介入了 介入之后阿兰也信任我们 我们跟他讲说 你单纯讲一个绰号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查 她讲的这个人叫做文宜 我们台语叫文宜 翻成国语叫做文是文章的文 烟是烟雾的烟 文宜 她讲文宜你们没办法查吗 真的是没有办法查 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克服 她既然讲说 因为警察 像我们在办案件 我从警三十几年 我们在整个侦办案件 我常常 别人我是不知道 我常常会转换心境 像我今天 我是一个嫌疑人 但也可能是一个被害人 因为我都会转换心境 因为嫌疑人 有一天也是被害人 也可能被被害人 我们用同理心来这样 但是我们要侦办案件 我会反映我们的角色 反映我们的角色说 我今天如果是嫌疑人 我要犯案 我怎么去规避 刑者跟逃逸路线让警察查不到 所以你们那时候听阿兰这样讲 你们觉得他有可能涉嫌吗 我们当初怀疑他可能是 也是可能涉嫌 所以说我们先把他设定 他也是共犯之一 他在场的共犯之一 他可能是受到什么外力因素 他才来报案 我们跟他讲 可是跟他了之之后 他也请求我们要保护他 阿兰他后面 他也可以讲得很乱 就是讲说文恩被他的男朋友 叫小汉是不是 小汉 他叫小汉 他都称到错号小汉 可是他后面名字是小汉 所以他叫小汉小汉 他姓张吗 工藏张 张小汉 然后错号叫小汉 小汉把文恩杀了 然后他目睹了一切 然后最近梦到了梦 梦到说文恩来托梦 说他很冷 然后阿兰也很害怕 受不了了才来报案 他到底有没有讲一个 比较具体的犯案经过 到底文恩是怎么被杀的 他讲是说 他被他杀害之后 把他剁成羊肉乳卖给客人 但是他讲这个情境 真的没有办法 就像德哥讲说 人肉叉叉吧 这个潜力说 根本没有办法去想像说 可能做这个事 当时阿兰他讲说 小汉把文恩剁成羊肉乳 他有看到整个行凶的过程吗 这段行凶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这段应该会比较写心一点 请听众斟酌收听 那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到底整个行凶过程是怎么 他还记得是在哪一天吗 他记得那一天 已经深夜了 但是李俊雄是已经先来过 吃过饭 又回程又过来 又来之后 阿兰讲说 已经 夜已经深了 我们要打烊了 可是文恩可能有脾气包在里 跟他发生争执 把他推 就推从楼梯下去 推了谁 推了阿兰 阿兰跌倒了 当时在营业的负责人就是张霄翰 张霄翰他喝了酒 准备要收 他先休息一下 听到这个声音他起来了 两人跟文恩就发生口角 那口角之后就殴打起来了 殴打起来之后 他因为张霄翰他对工作环境太了解了 他就拿起了铁棒 就敲击的打文恩 文恩他体 据我们所知他体格是 但是体格不高 不撞就对了 他以下都被击倒 又因为喝酒了被他打 打完之后倒在地上 就拉到厕所的屏风 屏风的后面 就猛力敲击他 那时候阿兰看他打针都没出声 他就往里面看 那个细缝里面看 你说从屏风的细缝 在细缝里面看过去 看到已经溅血了 血已经溅满整个浴室 那时候张霄翰就跑去厨房 拿出来菜刀剁羊肉 张糖肢解他的尸体 就是被阿兰亲眼目睹 整个肢解过程 把他一直剁一剁 他听到他不敢再看了 因为确定是人已经死亡了 已经用力气去侵害 另外一个人的身体 他就不敢再看了 他就不敢再看了 可是好 那这顶多也就只是分尸而已 那阿兰怎么会跟你们说 这个文恩被做成羊肉乳了 因为我们在真讯调查过程中 他有一个工人叫阿福 就是在帮储的里面在厨房 那一天他们有看到他 肢解尸体之后 他有搬上来 当时那个嫌疑人 他是用了一台大发引逸的车子 载着丝块 丝手还有垃圾袋 把他提上来就载走了 他听给牧主 冰岩他没看到 阿兰看到他只有提出这个东西 其他就没有在 其他东西就留在现场了 他就回来还是一直在剁一剁 用我们的通信来想说 里面已经没东西了 你在剁什么东西 最后他讲过 他煮成羊肉乳给人家吃了 你说他有问张啸翰吗 对 张啸翰煮掉了 他就这样口头惨跟他讲 我煮掉了 煮成羊肉乳了 阿兰就吓到了 他就应该是恐怖情人 他就赶快就离开了 他就吓到了 好 我离清一下顺序 反正他把人杀了之后 隔天阿兰说隔天 他就看到他把一些比较 可能是手 脚的部分 然后有搬上他的车子 一辆车子 其他的一些身体部位 他没有看到 对 他阿兰讲 就是我们常常讲说 容易辨识的东西 他把它抛弃掉 就是头颅 我们手指脚掌 这是容易辨识的 就是你说这个东西煮进去羊肉乳 也很难不被发现 对 容易辨识的东西 他就把它处理掉了 不容易辨识的 他回来之后 就听他在他的厨房里面 一直躲 他就在浴室这个地方 等于是他肢解失坏的地方 浴室 可是他后来没有再出门 再开车了 没有 所以他就问了张肖瀚 张肖瀚就说煮成羊肉乳 他应该是羊肉乳火锅店的老板娘 阿兰火锅店是他开的 用他的名字 他们两个当初是同居关系 他不会担心 假如这个文恩真的被煮成羊肉乳 然后被他的客人吃下肚会怎么样吗 因为我们从阿兰来报案 我们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我们就吓到他 因为他牙齿都被罢光 全口的牙齿 他上面的牙齿 有的已经不太完整了 在中拔西拔一个人 是怎么样 是掉牙吗 阿兰我们问他说 你牙齿好像很老的人 七八十岁的人 他说没有办法 他为什么会报案 他也是因为受不了张肖瀚的折磨 还有加上文烟来给他托梦 他可能心里面自我谴责 他也感到内疚说 这个不讲出来也不行 接到报案的时候 阿兰来报案 这个时候他还跟张肖瀚 他们两个有交往关系吗 我们受理阿兰来报案的时候 他就是在我们保护之下 说应该是他们已经有离开一段时间 但离开多久我们不知道 然后我们也给他心理建设说 你在这个情况下 他也怕说他是不是嫌疑人 我说你今天有动手去帮忙 这个刑事责任是属于检察官 他们要认定 但是以我们来看 你根本没有去帮他 你只是把这个事情隐瞒到现在 你把他讲出来 但是你还有一个空间在 但又有检察官来认定 我们应该是把案件破了才是最真的 我们要找到文烟这个人 你现在光讲也找不到这个人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去找到这个人 所以他说他的上牌牙齿是被张肖瀚用什么东西 把老虎钱吗 老虎钱就是老虎钱 一根一根这样拔下来 不爽就给他拔一根 不爽就拔一根 阿兰他曾在我们行事属陈述的时候 他有讲到说 曾经把他带到一个山区 他说你不从的话 我就从这边把你踹下去 你的下场也是跟文烟一样 所以他很害怕 他又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对他更是更大的威胁 这个阿兰他在过程中 有跟人想要试图去讲过吗 我想他相信他一定目睹到肢解的场景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害怕 他应该会想要去寻求协助 还是中间有这段过程吗 案发过案发的现场之后 他有逃上来 他有跟楼上的冰檀摊讲 说小岸太郎了 他可是张肖瀚 他在行事过程中停顿下来 马上上来 没事又把他拉下去 冰檀摊那个小姐 因为他们两个人虽然是同居 但是经常看到他们在吵架 他也不以为然说 搞不好有两个人在吵架 怎么杀人 怎么可能 所以他就没有很刻意的 再去了解 隔了天又好了 还正常在做生意 所以他可能认为阿兰所讲的 可能就是因为情绪上的表达 所以就也不会再去转述说 张肖瀚 他阿兰说张肖瀚昨天去杀人 在台湾上 对 可能以为只是单纯的揍他出气 或什么家暴的状况而已 所以就没有在深追究 现在细想回来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求助 说看到募集到杀人的时候 那怎么上 张肖瀚还知道要上来 要把阿兰拖下去 我一直觉得 我们在抓到他的时候 在征训的时候 他极度冷静 他的眼神 你如果正常冷来跟他对眼 你一看一看 你眼神可能会飘到旁边去 不敢跟他对视就对了 他很冷静 他眼很带动杀气 阿兰还有说到 他除了会被拔牙齿之外 他还有被怎样的对待 在这段期间 因为他是7年半后才来报案 他有讲出今天你在现场 就是刚刚我讲说 以我们来侦办案件 你在现场你要去撇清 像现在我们在侦办案件 要证据证明例 那今天在没有物证的佐证之下 那就是人证的部分 那当初人证就是张晓瀚 张晓瀚可以证明你是帮凶 但是你不能去佐证你没罪 他就用这一点来约制他 说你只有你在 搞不好是说你拿草单给我 你是帮助犯也可能 所以阿兰就是他在 没有什么法律常识之下 就被他用这种言语 还有另外人生亲爱的暴力行为 让他隐匿的这个案件 隐匿了七八年 今天只有我跟你在场 如果你敢讲出去 我就一口咬定你 你就是帮助犯 你就是跟我一起 把这个文恩杀死的人 所以阿兰才会拖了七年半 我查到的资料还有说 有一件外套 好像跟阿兰也有关系是不是 因为他当初跟我们讲的话 阿兰有看到他包裹的东西 是他张晓瀚跟他讲 我用你的棉被包裹 用你的东西来包裹 到时候出了事情 你就是嫌疑人 所以说张晓瀚他在每个犯罪的整个阶段 他应该说他每一刀下去 会什么后果他都用极尽心思 来把他灭证 阿兰的火锅店 这个养肉炉店他不用经营了 还是那时候已经没开了 接到这个案子开始征判之后 下去的时候是一间收藏一些 废弃物 回收的物品 一对母子住在下面 已经整个很脏的脏乱 但是我们再往前推 去问的话 他经过两手还是三手 其中一家是经营美髮店 他整个城市都改过了 这个美髮店每天在那边刷洗洗的 可能对你们后续的收藏 也会造成蛮大影响的 几乎找不到什么证据 最后面来报案的时候 是在一个母子 他们是做回收的是不是 应该是剪一些回收 所以里面比较脏乱一点 你们也不太好去搜证就对了 他知道张孝翰还在干嘛吗 他知道张孝翰是在开计程车 因为他应该还是有在关注 他的整个动态 那你们没想过 先把张孝翰叫过来先问一问 警察在办案件 完全要发动侦查 一定要有指挥的人 指挥单位我们是受检查体系 那我们简单问支持我们 我们案件侦办才会很顺遂 每一件案件大概都是这样 当初我们仅是在他口述部分 我们找到资块这部分佐证 也没有办法找到什么东西 可以去证明张孝翰杀了他 我们就一直在克服一些 可能采证的过程 取证过人证跟物证的部分 我们要一起去收集 那你们有开始做怎样的厘清 那时候我们就从蚊烟开始查 第一查不到这个人 但是我们到临近的槟榔滩 离他差不多有300-400公尺 一个槟榔滩 槟榔滩的老板跟我们讲说 蚊烟他是住在中船路做水电的 那我们就分头去查 我们就到中船路爱家爱妇去问 有没有认识一个绰号叫文艷的人 当子就问问说 附近的商家就有讲说 文艷就是做水电的什么人 我们去找到他妈妈问文艷 文艷他已经几年都没回来了 你们后来连接到文艷就是李俊雄 然后追查到他家里面 问了文艷的母亲 他也说可能在六七年前 他的儿子就已经 我们就把我失踪了 人又没了 又判掉了 你们怎么确定被杀死的就是文艷 你们有任何的连接吗 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办法连接 但是发生了一件 这应该是巧合 我在瑞丰局到基隆 我第一个刑则区 就是案发地点 就是杨诗东命案 杨诗东命案 杨诗东命案 他那个时候在安耳一间二乡那边 当初他的弟弟是国大代表 他哥哥的弟弟是国大代表杨诗勤 他被杀害之后 也是家人在报案 报案说找不到这个人 但是进去他的房子里面 看不出什么东西 从他的床垫翻起来 才知道血是往下渗 他已经把他掩盖 杀完之后马上把床垫翻过来 所以从正面看不出 但是里面就闻到一种血腥味了 OK 我们现在讲的杨诗东的失踪案 算是一个案外案的支线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整个案子比较复杂一点 前面大家先了解说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文恩 跟李俊雄已经连接起来了 但是我们那时候为了找市政 然后就刚好牵扯到了一件案外案 也就是杨诗东的失踪案 国大代表叫做杨诗勤 基隆的国大代表叫杨诗勤 他的哥哥有个叫杨诗东的 离奇失踪了 你们去他家里面看 看到了什么 整齐的橙色 但是里面就是异味很重 就是有那种尸体的味道出来 血液的味道出来 他已经把整个船店翻过来了 那时候就发生之后 就因为身份的关系 也是有人失踪了 那我们就全面去清查 最后他说人不见了 人家说火要见人 死要见尸 那我们就去找 整个那时候辖区的分局 就是市分局 就从现场开始往外去清查 清查开始就收山了 收山了 就开始收山了 可能被人家绑架在 可能在山里面就对了 废弃的公寮 还有防射 找 就找到瑞滨旁边的一个 蜜蜀洞 蜜蜀洞那边去 蜜蜀洞进去一个草丛 里面有一个沼泽地 山洞里面很进去 一个沼泽地 刚好看到一个知名火锅料的箱子 知名火锅料箱子 旁边又有放了一些烧锅的名字 同仁就用棍子去把它翻动一下 当时就一个头颅就掉出来了 从这个箱子里面掉出来 头颅掉出来之后 确定又是另外一件案件 他们认为就是另外一件 因为那个人由家属来指证 由杨丝请他 杨丝东的家人来指证 不是杨丝东的本人 所以就变成又另外一个 另外一件命案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整理一下 刚刚所讲的 其实这个51岁的杨丝东 他其实原本一个人住在基隆 没有跟妻子跟儿子住在一起 那他当天是有跟家人说 他要去银堂领一笔钱 然后朋友要做古董生意这样子 那通完最后一通电话之后 他就消失了 那警方初步判断 就觉得说杨丝东有可能是被绑架 那欧威也到他们的住处里面去查 有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血腥味 现场也有一些血迹 有研判可能不是死了 就是被人家带走了 所以才发动了这整个搜山行动 然后找到那个叫瑞兵吗 瑞兵 瑞兵地区是在哪边 就是我们从瑞芳要往边海公路 第一个隧道过去 右边差不多100公尺 就一个屏湖洞 OK 然后在那边发现了一颗头颅 用火锅料的盒子装在里面 那个时候看这颗头颅 它的状态是怎么样 它有腐烂了吗 没有腐烂 好好的一个头 所以说我们现在说应该是冥冥中了 李敬雄他也不甘愿 文艺也不甘愿了 刚好有发生杨丝东命案之后 去找到那个头颅 如果经过一个礼拜之后 因为天后的关系 搞不好被野狗 其他的动物去把他啃死掉 或是自己掌驱 也可以把整个面貌都已经把他侵蚀掉 说也没有办法被辨识了 还好现场去那个头颅 就是完整的一个头颅 OK 其实这个时候杨丝东失踪案发生的时候 是在1993年的2月25号 也就是阿兰他来报案 说文艺被分尸的三个月过后了 所以这段期间 其实在我们还能够找到头颅的 在北幅东找到头颅的时候 那个头颅是相对完整的 一开始又怀疑到底是不是杨丝东 那杨丝东其实说 不是 我这边也补充一下杨丝东 案情的后续 其实当时在基隆外海 还有捡到一块尸体 是人的下半身的骨盘 就是屁股的部位 警方也通知杨丝东的妻子跟小孩 过去认识 那时候杨日松博士也在现场 可能因为老婆跟先生之间 有非常紧密的一个关联 然后加女人的可能地流感很强 所以他看这个表情就说 应该这个并不是杨丝东的尸体 后来就请杨太太回去休息 并且注意一下这几晚上会不会有做到一些什么梦之类的 果然经过两天之后杨太太不做梦 梦里面 杨太太跟警方说 梦里面她先生带她去认识 走过的路她都清清楚楚 就在金山附近的海边 她有看见先生的尸体 先生的双脚缩在胸前 用双手抱着 然后还用绳子这样紧紧的捆绑 就像一个粽子一样 警方消息之后 原本还很呼吁 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加上杨太太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地点 她说是在金山附近 金山那么大 海边那么大 到底怎么样找得到 一开始警方也非常呼吁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接到一通报案电话 报案人说 在基金公路上发现了不明物体 赶到现场 果然找到一包用棉被包住的尸体 跟杨太太梦境的那个粽子 一模一样 一打开 里面就是杨思东 她已经身亡了 后来这个案件的发展 其实经过朋友清查之后 才知道杨思东 她原本认识一个叫林山河的人 这个林山河因为被通弃了 她跟杨思东说 自己有一笔古董要卖 然后你来买的话 就现赚60万 只要杨思东 你先把270万拿出来 就可以现赚60万 买家都找好了 后来林山河没想到 就想要把这笔钱 这笔270万 加上她多领出来的30万 总共300万 想要把这笔钱 全部给吞下来 原本想要去偷 偷不成 变成用抢的 然后并把杨思东给干掉了 之后她跟同伙一起干下的 没多久林山河就偷渡出国了 不过她的同伙就有被抓到案 又找到犯案用的胸墙 整个杨思东的案外案的部分 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 不过这个案件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当时警方有在海边找到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一个骨盆 经过认识之后说 这个并不是杨思东实体 另外还在蝙蝠洞里面 找到了一颗头颅 确认也不是杨思东的尸体 除此之外 还有在蝙蝠洞附近的山区 在找到头颅之前 前几天就有找到一个大腿 三个都确定 并不是杨思东的下落 因为杨思东后来被找到 整个人好好的 并没有被分尸 这三具的残肢 到底是属于谁的 那个时候有比对出来吗 欧威 那时候没有比对到对象 因为他当初找到的时候 阿兰来报案是一九 已经事隔那么久的事情 所以说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比对到 死者的身份 被肢解了 通常程序 由那时候当初的台北县政府 用无名尸来处理掉 把这三个尸块处理掉 就放在同一个袋子 就藏在大辽路2号对面的公墓 基隆那边的 瑞芳工业区下面一个大辽路2号 整片是公墓 可能也找不到人 也没人来认领 依照标准程序公告完之后 就只能藏在那边 加上那个时候可能DNA的技术 也还没有到非常成熟 是不是 应该讲说 他不是完整的尸体 属于是有一种被害的情形 所以社会局他们用辅马铃 把他浸泡的 放在公墓里面 然后埋葬 无名师埋葬 有树立编号 可是我们阿兰来报案之后 我们确认文淵 也一直找到那个 可是找不到索依兰 他说他被杀掉了 那我们就从基隆 因为他讲案发地点 我们查基隆市的兵站管理所 查台北县的兵站管理所 查不到索依兰 没有案发时间的无名师找不到 最后才回到区公所 瑞芳区公所 他才查到 用手写的布纸写出来 因为那时候电脑还没有 开始上轨到建档的作业 我们就从那个布纸来找到 那个时候稳和点有把品无洞 头颅丝臀部的部分 还有大腿把他埋葬起来 所以我们还是要找出这个尸块 来做DNA比对 好险有手抄本有找到 他们就葬在沟墓 我们后来有去把公墓把它歪开来看一下 里面到底是什么 因为讲到这边我也很离奇的 这个公墓是当初我81年 呆瑞芳分局所服务的派出所 是哪个派出所 大辽派出所 也是我的派出所 我们去的时候 也是这件案子就报检察官指挥 我们到公墓去 我们依那个编号来找 因为光找无名师 找文烟这个无名师 那个品乌洞这个契尸这个头颅 我们就找了差不多有 快半个多月 半个多月 你说那边太大了是不是 我们就从整个公务机关 这个查证的过程 因为我一开始认定是基隆 又回到原点 瑞芳分局是台北县 我们又找到台北县 台北县又找不到 又回来从最低层的驱公所 一个一个找起 最后才翻到这个编号 到那边时候我们去的话 我是觉得警察在工作室 案件会找人 但是警察没有选择案件 的权利 对 我们去 那我们就找了障仪社去 障仪社开挖 第一个挖起来 那一袋 他编号是三个 第一个挖下去就是那个 就是头颅吗 他整个袋子拿起来 这个就是尸块 因为无名师友是整具的尸体 他是整个尸块拿起来 拿起来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拿到公墓下方 有一个产业大路 打开 浮马林大路 他头是好的 还有一点呼吸黏在上面 我就把它放在马路上 尸块还有大腿的部分 我就把他的眼 因为眼睛闭着跟张开 那种表情是不太一样 那时候我就把他眼皮撑开 想看一下他全貌是怎么样 因为他已经有呼吸黏 他没有血色的头颅 但是撑开的时候 他眼皮撑慢慢又滑下来 因为经过浮马林 拍完照给他家居 家属又不太敢确认 不太确定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不文件 是不是李俊雄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 他们又不敢去很正面去 就不敢去敢正视这个头颅 其实这个当初挖开了 这个叫做 对方第七公墓的 第编号1793号的无名师 所以等于是那边有非常多个 无名师都会 可能会葬在那边就对了 只不过这个1793号 我们当时在那个时间点 搜集到的三个尸块 就把他们葬在一起 这个他们也不敢看 就有点难辨认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头颅 有泡着浮马林 其他的尸块包含这个屁股 包含这个大腿 也都泡了浮马林吗 是 都浸在同一个塑胶袋里面 塑胶袋 它是用塑胶袋装着 黑色塑胶袋装着 防水的 它绑着 放在土里面 这个一般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浮马林 如果大家有常看一些电影 类似一些电影的话 可能会在实验室里面看到 类似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可能以前在上一些 什么科学课 还是什么课的时候 会看到一些浮马林的标本 其实浮马林是一种 含有甲醛的水溶液 具有防腐消毒跟漂白的作用 在医学上常用在 保存一些病理切片 或者是病房消毒等等 我们在实验室 我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些玻璃标本 它里面所浸泡的液体 其实就是浮马林 它可以防止尸体腐败 然后把它制作成一个标本的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 OA你们把它 从袋子里面拿出来的时候 这个胡须都还是完整的 对 两边的胡须还在 两边胡须还一点点的 麻烦的还在 所以我们看案件 像我们在侦发案件 到刑案现场 我们不可能说 这样看完就交给检察官 我要报箱验 到一个死亡案件现场 通常以我的个性 我们是不是去翻动一下 但是不能破坏现场 搞不好他伸张好插的刀 那就是外力介入 我单纯是心肌梗塞 我们不能把它混回一谈 通常在这种心态 在办案件的情态下 我就是会去把它眼皮撑开 撑开之后 最完整的面貌 给家属来确认 因为可能闭着眼睛 家属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也看不太出来 那你观察 这三个尸块的切口是怎么样的 三个尸块的切口 你要说完整也很完整 不完整 它有重复的刀切的部分下去 你看得出来有重复 但是我尸块我不会去刻意 因为我只要找到人头 还有DNA 还有特征点 家属要确认的话 用DNA去比对 这是科学的辨识方式 但是问题所在的 他经过封法林 DNA根本采证不到 法医学这边部分 他已经侵蚀本身的细胞组织 所以采证不出来 这件案件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监视单位 他们联系到法医学中心 石台平石教授 他提供了我们一些资讯 我们就从李俊雄 他生前所就医记录 我们就医记录说 从长庚那边找到他的牙齿就医的照片 照片之后 法医学中心就用法医学里面的齿痕比对 齿痕比对 跟李俊雄的齿痕 跟这个头颅是99% 有吻合 完全吻合 所以几乎就能够从这边来推断出 这个头颅就是李俊雄 就是吻烟就对了 所以在这之前 家属都还是不敢确认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儿子 妈妈被没办法确认吗 对 他来看这个头颅 我们在办案件 其实我们在办案件 有时候看到被害人 有时候是有背景 有点家事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平庸的家庭 让我们更触发 我们更要去协助他 因为他们求助无门 他真的求助无门 再还有跟他提示一些东西 我说你要去正式看这个事情 你说跟李妈妈吗 对 我跟他讲你要正式看这个事情 还有跟文焉讲说给他一个 人家说阿弥陀佛我带走 让他转世去做好的人家去出事 跟他讲 最后他讲说这个就是他儿子 他才讲出来 本来他还是在犹豫 他不敢确认 确认 我觉得有点心态是 不敢承认自己儿子 变成这副模样了 他可能心里面是抗拒承认的 哪怕可能容貌看起来 真的是他儿子李俊雄 但他当妈妈的 也不想去承认这个事实 所以他后来还是跟你们讲说 这个人就是我儿子 就是李俊雄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我们送了法医研究所尺痕比对 然后确定了 我这边查到的资料是说 除了尺裂之外 还有这个在医院里面 还有调出一个资料 叫做李俊雄他头部的X光 等于是整个头颅里面 都可以一起来比对 不只是齿裂而已 连整个头颅里面的一个造型 可能骨头的排列等等的 都可以一起比对进去 最后面比对出来的准确度 是百分之九十点 最后比对出来的准确度 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七以上 加上说有发现这个头颅没有什么 明显的盾气重击的痕迹 初步判断 头颅底下的底部分离 是死亡后才分离的 没有什么 就是并不是因为割下之后才死 这是法医他们的一个初步的判断 我看一下 OA那时候有看到说 他们除了比对这个头颅之外 其他的尸块 其他的尸块 比如说这个大腿骨 跟这个臀部的部分 他们有没有办法确认说 这个是不是李俊雄文殿他的尸体吗 其中一个大腿骨 他有法医经中心 有比对出来 应该是文殿的 那一个尸块因为浮环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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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后续把相关的东西 也都送去给法医研究所一起来鉴定 并且可能也有把李妈妈 她的血液里面的一些样本也送过去 然后来做一个亲子鉴定 后来经过亲子鉴定的结果 是说这个臀部的尸块有96%的可能性 应该就是李俊雄所有 基本上就能够确定李俊雄是真的遇害了 而且是处于这种被肢解的状态